赵本山从一个农民走到今天,无论在各个方面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,但因为推出春晚以后就很少露面,也没有新的作品带给观众,但其在背后却一直为本山传媒做更大的贡献。 下面我们聊聊赵本山在娱乐界的影响力。 赵本山收徒弟现场,据说赵本山收徒弟也是有一套严苛的规则,据说当时赵本山收了35个徒弟,所以当天赵本山也喝了35杯茶。 不过这次因为声势浩大,这场收徒弟大会被很多人指责太封建,这场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呢? 赵本山参加两会现场,这张照片充分说明了,赵本山不仅在社会和娱乐圈地位非凡,在政界也是有一定的地位。 如果一个演员只能在演艺圈混,没有政绩的关系也肯定是达不到赵本山地位的。 赵本山的保镖,赵本山的三位贴身保镖,赵刚、张家豪和于振宇,个个都伸手不凡。 其中张家豪此前在石家庄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,在跟随赵本山之后,各项活动工作都替本山大叔安排得很妥当,什么事都井井有条,很受赵本山赏识。 赵本山弟子们的合照,不仅其下女弟子众多,更是美女如云,其中关婷娜、吴依敌、陈美心、黄胜一等,许多圈内女歌手和女演员都和赵本山关系非常好,这才是赵本山最成功的地方。 赵本山最关键的还是在舞台上的小品表演,如果没有在舞台上的出名,也就没有后面的风光无限。 不过据传赵本山早年是靠做煤炭生意发家的,之后才开始走上表演之路,但不管怎么说,赵本山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,单凭收徒地这阵势还有谁能超越呢? 如今赵本山已经退出春晚,还是热爱运动,也不知道多少年后东北才能再出一个赵本山呢?